踏入2020年,银行对于楼案贷款大致想已恢复较积极取贷。 去年银行接连上条案涉及削减案揭优惠,第四季亦有个别银行出现收留情况,最近已有多家银行在案揭计划想回复竞争力。 去年底有银行减慢放贷故意削减案揭优惠,最近已调整案揭息率及回增至市场商约水平。 其中,亦有楼案取贷较积极的银行进一步增加案揭优惠。 目前市场上平均实际案息为2.5厘,现金回赠1%至1.5%为主,年初银行楼案取贷一般较为积极,但目前银行同业策适合港元贷存比率需有回落但仍在较高水平。 银行对楼与案揭的积极性仍受限于资金成本仍偏高的因素。 再加推案揭优惠的决定方面仍会是审慎保守。 今年美国预期经济仍稳步,美式有机会维持平稳不变。 当地如美依局势。 中美贸战,总统大选带来不确定性其实仍多。 美国即使摆脱衰退风险但经济放缓机会仍大。 若美国通胀持续低迷,美息仍有机会须进一步下调。 去年美息下调三次共0.75厘。 港息下调一次仅0.125厘。 除了因为对上一次加息周期港息加幅仅0.125厘外。 亦因为银行调整的不止是P,而是全态息率。 目前银行全息已返回近几水平。 全息已减无可减。 故基本上已没有进一步减息空间。 预料今年本地最优位利率P,继续维持不变。 环球经济是否走出低谷型全变数。 相信各国仍倾向维持量化宽松政策。 在低息环境持续下。 预料今年本港岸息介乎2.4厘至2.5厘低水平。 预一、二年低息环境持续。 今年影响楼岸市场发展的不确定性因素仍包括外围发展如中美角力。 既原政治风险,以及本地形势如社会运动发展。 经济下行风险等。 故此实际连带性影响仍有待观察。 若社会气氛回复。 相信累积购买力可带动楼市重拾动力。 而再转好气氛下新案保修订及低息环境对楼忽形带支持作用。 然而,转案息率及回赠优惠以较以往讯息。 转案数量减少对整体案揭贷款量构成影响。 预期今年新取用案揭中数及金额将略减至8万宗及3,350亿元。 案揭数字需跌但仍属理想水平。 预测金额数字为历史第三高。 自政府于去年10月中放宽案保留价上限后。 买家使用案保置业想会的比例增加。 一度刺激二手交投显著回升。 根据金管局住宅案揭统计。 去年11月案揭比率,即平均案揭乘数,增加至51.2%。 连续两个月,录得升幅合共5个百分点。 亦属于三年来新高数字。 根据中原案揭客户个案。 案保修订后,去年10月16日,至年底,去年12月31日。 案保占整体案揭申请比例由29%大幅增加至49%。 由于高乘数案保比例增加。 故亦推动平均案揭乘数上升。 不过,目前平均案揭乘数其实形属于甚低水平。 在八轮扭案措施推行前,平均案揭乘数约达62%。 据于未来趋势,平均案揭乘数或续升但大幅急升机会形不大。 因为在现行扭案措施下,一般案揭乘数仍仅达5-6成。 而套访案揭之乘数亦需降低1成。 至于市场上两大类案揭计划,即H案及P案发展。 目前H案主流优势大致未受影响。 去年大型银行调整新造案适合优惠后, 有部分中小型银行未有即时跟随调整。 个别银行提供的P案适优于H案。 驱动P案用加比例提升。 根据金管局去年11月统计数字, H案选用比例已接年3个月回落合共9.4个百分点。 至79.72%而P案选用比例则逐增至17.7%然而。 个家银行完成案揭调整后, 目前银行提供的H案适与P案适以大致看齐。 H案主流地位将会维持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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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